再提醒一下北粉们啊 今天晚上闭幕式的时间是晚上的八点钟开始 闭幕式将再续一朵雪花的故事 向世界传递来自双澳之城的感动与温暖 回首北京冬奥会这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可以说我们向全世界叫上一份圆满的答卷 这份答卷上不仅有运动员们书写的优异成绩 还凝结着方方面面的努力 从覆盖三个赛区一百多个医疗点的守护 到一万八千多名赛会志愿者的默默奉献 从时间上分钟级空间上百米级的气象预报 到日夜奋战在赛场一线的专业团队 多少幕后英雄的不懈奋斗 多少工作人员的亲情付出 让安全周到细致的保障和服务 温暖每一名参赛的运动员 有网友说让我最难忘的 就是00后的古爱玲和苏一鸣 我被他们朝气蓬勃的精气神所感染了 也有网友说让我印象最深的 是辽宁老乡徐梦桃夺冠的瞬间 他披着五星红旗热泪盈眶 连续的高喊我是第一吗 这么激动的情绪感染着我们全家 在电视机前同他一起欢呼 还有网友说我最难忘的瞬间 就是我国短道速滑队以0.016秒的极微弱优势 领先意大利队 夺得我们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金 这让我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 有北粉说冬奥会还未结束 我就已经开始想念了 我想这一届奥运会留给我们的精彩瞬间太多了 那互动时间咱们就多来一起唠唠呗 北京冬奥会上哪些瞬间让你难忘 或者炫酷或者惊险或者温暖或者有趣 互动时间欢迎跟我们分享